10. 東方日報 季接超科克協議希力忠免脫勾 2015年7月14日國際A21歐元集團歷時17小時馬拉重式商討 希力總理齊普拉斯終於跪低,接受極其科克的紓困條件 加上法國和意大利的積極滑船,德國立場猶硬趨緣 作中促成對欺債問題的歷史性新協議,令希力德爾留在歐元區 為歐盟28個成員國全體峰會鋪路 有分析指,德國總理默克爾今次大獲全勝 而齊普拉斯大幅讓步換來協議,恐亦未必能得到希力國會及民眾認可 希力總理齊普拉斯,前,表示希力已完成一場艱難的戰役 美聯社圖片,將獲7400億救助貸款歐洲消息作透露 齊普拉斯、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及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 昨日凌晨私下就欺債問題達成共識後,向其他歐元區成員國提出時獲接納 圖斯克與多國領袖下午在Twitter宣布,歐元區領袖峰會已達成一致協議, 指以準備好用希力進行嚴正改革後,動用歐洲穩定機制 向其提供860億歐元,約7400億港元 的新一輪救助貸款,不過他也指出今次協議中的條件十分苛刻 例如希力必須於今個月和下月前,還款約605億港元 以及在本週三前就改革立法,其後也要交由多國國會通過有關協議條款 雅典早前有支持希力留歐的示威者,以歐盟其次包覆身體 發生寫圖片,拱讓部分財政與默克爾有歐盟官員表示 今次之所以達成協議,主要是因為齊普拉斯願意放下堅持 據悉,默克爾早前企硬,要求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全面介入監察今次疏困方案,又要求希力將價值為4300億港元的國有資產私有化 將資金轉移至一個信託基金,以此作為低亞常還國債 齊普拉斯一直對這兩項要求堅拒不從 但最終妥協,默克爾則堅拒直接削減希力的債務 又指德國與希力要重建互信,往後道路仍然漫長 有指,默克爾要求在協議文本中列明,若希力不設實履行協議 仍然要離開歐元區,有分析指,齊普拉斯表面上贏了一仗 但實際把部分財政主拱手讓出,敗了給默克爾 恐難獲國會及民眾支持事實上,一直支持希力留歐的法國和意大利易攻不可沒 外界日前傳出德國欲逼希力暫時脫勾五年後 奧朗德隨即奴公德斯亞,表示 只有永遠脫勾或不脫勾,並無暫時脫勾這回事 至於意大利總理論齊作挺身而出 堅持楊信托基金設在路深堡,而非雅典,形容是對希力的巨大侮辱 二人對於達成協議落堅其成,奧朗德更憎齊普拉斯作出有勇氣的抉擇 並指今次決定令希力留在歐元區 齊普拉斯作表示,希力已完成一場艱難的戰役,贏得一份確保能穩定經濟的協議 然而他回國後還要爭取所述的執政激進左派聯盟支持 使國會能就改革立法,新協議重點希臘需在7月及8月前 向歐洲央行 還款約605億港元 除可得到相一筆約7400億港元的救助貸款價值約4300億港元的希臘資產 會轉移至一個信託基金還債希臘需以債務重組,換取延遲還款 IMF介入監察希臘立即要就削減退休金,提高資本增值稅 擴大稅基等事項立法本部綜合報道希債危機時序 6月28日,希臘國內銀行關閉及進行資本管制,每人每日限提款60歐元,約500港元 7月5日,希臘就是否接受國際債權人提出的紓困方案公投 61%選民反對 7月7日,歐元區領袖要求希臘9日或之前交出新紓困方案 換取貸款 7月9日,齊普拉斯交出新紓困方案 包括削資及大幅加稅的建議 7月11日,希臘國會大比數通過《申書困方案》7月12日 歐元區裁長於布魯塞爾舉行馬拉重式會議,討論是否繼續甘援希臘 7月13日,希臘與歐元集團達成協議 平安政府婚次 俄ность婚次